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下面这些老照片中 无论是名人还是街头的陌生人 身上都散发着一种难以复刻的风情 这是一个时代的气质 通过照片感受一下那个年代的优雅吧 小朋友无意间模仿了玛丽莲梦露 1961年的莫斯科 苏联太空人佳佳林与意大利女演员珍娜露露布利基达 1943年 徒手格斗专家安东尼·彼得尔 他让所有的受训人员拿刺刀捅他 但没有人成功 因为他一个人就能徒手卸掉他们的武装 1900年的澳洲 一只被人类巡养的乌尾熊正在用十字喝水 两个有钱小孩 1929年 黄马和巴塞隆纳的第一次比赛 1900年的伦敦 世界上最小的商店 面积只有1.2平方公尺左右 1926年 美国的一位原住民 1924年 彼得潘中的美人鱼 1967年 火车上的保罗麦坎尼和米克结格 1899年 史上最伟大魔术师 脱陶术师 特技表演者 哈利 胡迪尼表演之前 1926年 墨西哥女画家弗列达卡罗穿着男装拍照 1967年 瑞典刚推出新法律 以后靠右开车 司机门还不适应 街头一片混乱 1940年 付钱让熊给你庆情背部按摩 1961年 圣诞老人学校中的学员正在练习 照片中的时代已经过去 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些时光 却能从中感受到当时人们的感情 总有一天我们的现在也会变成未来人们的过去 他们看我们拍摄的照片时 应该也有同样的心情吧